第十三章 了解个人行为 组织行为的焦点 组织行为 人在工作中的行为 组织行为的焦点 个人的行为 态度 人格 认知 学习与动机等 群体行为 规范 角色 团队建立 领导与冲突 组织 结构 文化及人力资源政策和实务 组织行为的目标 组织行为的目标在解释 预测与影响员工的行为 我们最希望解释 预测及影响员工六种行为 一 员工生产力 衡量员工效率与效能的表现 二 缺勤 只没上班的情形 三 离职 只自愿或非自愿的永久离开组织 四 组织公民行为 是一种非正式的规范要求 但却会影响组织效能的行为 五 工作满意度 指员工看待工作的态度 六 职场不良行为 员工蓄意而可能伤害组织或组织内人员的行为 包括 行为异常 侵略性行为 反社会行为及暴力 态度 态度与工作表现 态度 对人 事 物的好物表现 态度三 要素 认知要素 由个人的信念 意见 知识或个人所拥有的资讯所构成 情感要素 态度中的情绪与感觉部分 行为要素 对某人或某事表现出特定行为的意图 与工作有关的态度 工作满意度 工作投入 组织承诺 员工投入 工作满意度 工作满意度 指员工对自己工作所抱持的一般态度 工作满意度与生产力 满意度和生产力间有相当密切的关系 拥有较多满意员工的组织 效率较高 工作满意度与矿值 满意的员工缺勤率较低 工作满意度与离职 满意的员工离职率较低 对高绩效员工来说 满意度对预测离职与否并不重要 工作满意度与顾客满意度 直接面对顾客的第一线员工的满意度高的话 会使顾客满意度集中程度提高 不满意的顾客会增加员工的不满意度 增加员工满意度的方法 雇用乐观而友善的员工 灌输员工顾客至上的理念 奖赏服务机优的员工 营造良好的工作气氛 进行员工满意度调查 工作满意度与组织公民行为 满意的员工较有可能为组织说好话 帮助他人 并有平均水准以上的工作表现 在群体组织公民行为程度较低的群体中 组织公民行为表现高的个人 会获得较高的评估 工作满意度与职场不良行为 当员工对工作不满意时 他们会有所反应 但要预测每个人的反应行为并不容易 工作投入与组织承诺 工作投入 指员工认同工作 积极参与 并将工作绩效 视为一种很重要的自我实现的程度 工作的高度投入与较少的缺情 较低的离职率有关 组织承诺 指员工认同特定组织和其目标 并希望与组织继续维持雇佣关系的程度 高组织承诺会带来较低的缺情率和离职率 就预测离职而言 用组织承诺作为预测变数 会比用工作满意度为变数 来得更准确 组织支持的认知 员工认为组织重视他们的贡献 并在乎他们的福利 高组织支持认知 会使工作满意度增加 也会降低离职率 员工投入 员工投入 员工对工作投入满意并富有热忱 就全球而言 尊重视排名第一的员工投入因素 态度与一致性 人们透过两个方法表现出理性与一致性 在前后态度间寻求一致性 在态度与行为间寻求一致性 当存有不一致情形时 个人会透过下列方法来达成态度与行为的一致性 透过态度或行为的改变 对不一致性的合理解释 认知失调理论 认知失调 指个人对某件事情前后态度的不一致 或态度与行为间的不一致性 只要有不一致的情形发生 个人就会感到不舒服 他会想要减少不一致的认知 以降低不舒服的感觉 是否能降低失调 取决于下列三项因素 引起失调的原因是否重要 个人对原因的掌控程度 失调能否得到补偿 态度调查 态度调查 透过一连串的叙述或问题 来了解员工对工作 工作团队 上级或组织的感觉 可以让管理者了解员工 对组织与工作环境的认知为何 态度问卷调查范例 为了调查员工的态度 如肯德基或必胜客等餐厅 会要求员工对下列程序表达意见 餐厅的工作环境很棒 即使不是分内的工作 团队中的同事也会互相帮助 主管会事实告知我的表现如何 我了解公司的各项福利制度 对管理者的意涵 管理者应了解员工的态度 因态度会影响员工的行为 引发员工正面的工作态度 以减少缺勤率与离职率 管理者应将焦点放在 如何提高员工满意度 增加工作挑战性及趣味 提供适当的奖赏 及创造支持性的工作条件及同事 管理者应该了解员工并尝试减低失调 将造成失调的原因指向外部因素 提供员工想要的奖励 人格特质 人格特质 感情、想法及行为的独特组合 而会影响一个人与他人的互动 MBTI MAYERS BRICS型指示法将所有人 依下列四项评量分类 社会互动 外向型或内向型 对搜集资料的喜好 理性与直觉 对做决策的偏好 感觉型与思考型 做决策的方式 认知型与判断型 人格特质五大模型 外向性、社交、健谈与决断程度 亲和性、和善、和群即可信任程度 勤勉审慎性、个人责任感、可靠性、屹立即成就导向的程度 情绪稳定性、冷静、热心、安定、或紧张、神经质、沮丧即不安定的程度 开放性、想象力、艺术敏感及智力的程度 人格特质的其他观点 内外控 指个人相信自己能控制自己命运的程度 内控 相信他们能控制自己的命运 外控 认为自己是命运的棋子 而将他们生活中的许多事件 都归因于运气或机会 马式主义 马式主义倾向的人比较务实 与他人相处时会保持适当距离 并认为可以不择手段达成目标 只要可行 就去做 自尊 人们对其自身喜爱或不喜爱的程度 自尊心较强者 认为他们具有成功所需的能力 较敢尝试高风险或非传统的工作 有较高的工作满意度 自尊心较低者 容易受到外界的影响 较需要别人的认同 倾向于讨好他人 自律 指个人调整自我 以适应外界或特殊情境的能力 高自律工作者 在环境改变时 有很强的调视能力 他们对于外界的风吹草动很敏感 并且能随环境的变化而自我调整 可在公开场合及私底下 表现出截然不同的自我 教会注意他人的行为 也比较有弹性 低自律工作者 无法随外界的变化而调整行为 在任何场合中都会表现真实的自我 冒险倾向 接受挑战的意愿倾向 冒险倾向的高低 会影响管理者决策时间的长短 与决策前所需要参考资讯量的多挂 高冒险倾向的主管 能以较少的时间和资讯做出决策 使组织效能极大化 主管在分配特定职务时 应将员工冒险倾向纳入考量 其他人格特质 悲行人格 这种人会积极而持续地 试图在短时间内完成更多的工作 主动行人格 这种人能认清机会 态度积极 采取行动 并坚持到看见有意义的成果 不同文化中的人格类型 高度开发国家的人们 在五大人格特质的表现都很接近 任何国家的国民都不会有全民一致的人格特质 对全球化的管理者而言 面对不同国家文化时 了解不同人格特质间的差异是很重要的 情绪与情绪智商 情绪 我们投射到某人或某事的强烈感受 人类的情绪大略可分为六项 愤怒 恐惧 悲伤 高兴 憎恶 惊讶 情绪智商 只准确地察觉与管理情绪的能力 由五个构面所组成 自我认知 了解自我感受的能力 自我管理 管理情绪与冲动的能力 自我激励 面对挫折 失败 仍能坚持到底的能力 同理心 能体会他人心境的能力 社会能力 能处理他人情绪的能力 对管理者的意涵 可以协助找到适合的员工 可以了解员工的行为原因 了解并尊重不同的差异 能和组织内外的人愉快共识 人格 职业配饰理论 由约翰 霍兰德提出 此理论认为 人格特职与职业相符时 将有最高的员工满意度 与最低的离职率 每个人的人格特职 都有一些先天上的差异 有不同类型的工作 在工作环境和人格特职一致的情况下 人们会比较满意自己的工作 而且比较不会有离职的状况发生 如 企业管理者属于传统型 传统型属于喜欢规范 有秩序 明确的活动 影响认知的因素 认知 人们将感官所得到的印象予以组织与解释 并赋予周遭环境意涵的过程 影响认知的因素 本身的人格特质 态度 性格 动机 兴趣 经历以及期待 被观察目标物的特征 特殊性 对比 相似性 目标物和背景的关系 观察事物或事件时的背景因素 归因理论 归因理论 指我们对某特定行为的不同解释 会导致我们对该特定人物的不同判断 内在导致的行为 个体能主动掌握 外在导致的行为 受外部因素影响 决定行为是由内在或外在因素导致时 受三种因素影响 情况特殊性 个体是否会在不同的情况下 表现出不同的行为 团体共识 在相同情境下 每个人会有相同的反应 个体一致性 是否规律而一致地表现出这种行为 基本归因谬误 在判断他人行为时 我们会有低估外在因素影响 和高估内部或个人因素影响的现象 自力偏差 把成功归因于自己的能力或努力等内部因素 却将失败归因于运气不佳等外部因素的倾向 判断他人常用的是人简易法 像我的假设 假设其他人都与自己相同 刻板印象 依据他是某一个团体的成员的认知来评断某人 晕轮效应 以一个人的单一特征来评断某人时 对管理者的意涵 员工对很多事情的反应 常常不是根据事实 而是根据自己的认知 管理者应该更关注员工对工作 一个人会重复他所学习到的行为的这种倾向 乃是应该行为的结果受到强化 鼓励或非强化 处罚 作用所影响 强化作用会增加该行为的重复性 非强化作用会减低该行为的重复性 社会学习 社会学习论认认为行为都是藉由观察和直接经验而来的 他人所造成的影响决定于以下四个程序 注意阶段认同某人并开始注意他的特点 记忆阶段本人对该模范的记忆程度印象越深影响越深 重复行为阶段将所看到的行为化为行动 增强阶段对于受鼓励或被强化的行为会较常表现出该行为 塑造一项管理工具 行为塑造管理者尝试着以循序渐进的方式来塑造员工的过程 行为塑造的四种方法 正向强化 奖赏好的表现 负向强化 以排除令人不愉快的事作为奖励 处罚 对不服预期的行为予以惩戒 废除 维系某一行为的强化因子去掉 对管理者的意涵 管理者是否要透过奖赏 来影响员工们的学习 还是由他们任意学习 管理不同世代 Y世代 指1982到1997年出生的年轻族群 为职场带来全新的工作思维 有机会体验很多不同的事物 希望工作也能提供同样的多元体验经验 挑战现况 伴随着科技一起长大 Y是代员工的特质 1.对自我期望高 他们期望比其他员工工作得更快更好 2.对雇主期望高 他们希望有一个公平 直接且热衷于发展自己专业的主管 3.持续学习 他们寻求有创意的挑战 并将同事视为获得知识的快速途径 4.立即责任 他们希望第一天就带来重要的影响 5.目标导向 他们想要有时间限制的小目标 让他们可以掌握任务的所有权 面对管理挑战 服装外表 科技运用 管理风格 管理职场负面行为 管理者要认知这些行为的存在 若不正视负面行为的存在 将会使员工困惑 而不知正确与可接受行为的标准 对于员工的负面行为 管理者应同时采取预防及反制行动 剔除某些有负面行为倾向的员工 仔细监控有这类人格特质的员工 对负面行为的发生采取立即而果断的处置 注意员工的态度